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同伊朗队决赛前 中国队可谓是一帆风顺 除了第一场有惊无险的战胜菲律宾队之外 其他比赛都是大比分获胜 但当在决赛中碰到全主力出战的伊朗队时 球队潜在的隐患在此时爆发了 阿拉迪现在退国际 中国队追身打反击赵锐 中队开场五个失误 中队第六个失误 周期和丁业宇航来之后 我们比赛确实比较少 我们包括之前在四杯 也是打两场比赛 所以磨合可以说不是特别的默契啊 在亚运会开幕临近前 丁业宇航和周琦这两位球队主要球员 才陆续跟红队会合 球队的战术都来不及去熟悉和适应 更谈不上跟队友们去形成默契 我和小丁也算是后边才回来 而且就打了三场比赛就去了 所以说对我们这种磨合呀 这整个球队的这种状态 都是一种一种草验 也包括对立岛 对 这一直是困扰我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夏天在人员报道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七个人是晚来的 然后分了不同的时间点 就是我每个人一新来之后 我在第一堂课头 我就感觉今天刚刚开始集中 但是到了赛前将近三周的时间吧 不到三周 那么小丁和周琦回来 我感觉又重新又回到这个过去 因为时间是一点点在走 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挺难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当红队人员起整 备战之际 球队主力后卫赵继伟在一次对抗中受伤倒地 随后诊断出腿部骨折 无缘压迷晖 这样的变动不仅扰乱了教练员的战术部署 还影响了球员们的技战术打法 一直在这边打二号位 但是临出发前机尾不是受伤了 所以突然改到一号位之后 多多方面吧 球队当中这种战术体积 或者跟其他队员的这种磨合 默契程度 或者说从这个体系当中如何找到自己的这种特点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 为了让球队在亚运会赛前多一些磨合的机会 中国南拉红队临行前 在深圳参加了三场斯坦哥维棋杯热身赛 紧凑的行程安排 让球队选择从深圳直飞雅加达 而球员们也提前换好了领奖符 坐好下飞机 直接前往亚运村的准备 这你第几次爱阳会 我 第一次 第一次 什么感觉 没参加阳运村 真的没有 男子对亚运会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我 从队员到教练六次 然后其实每次经历都不一样 真正有点遗憾 就是我们2002年在釜山的时候 就决赛十位韩国民族 那个还是确实确实挺难的 因为当时完全就我们有这个实力 而且这波人也正是当打的时候 那是比较遗憾 所以记忆会比较深刻 宴运会第一场比赛 球员们的表现并没有让李南指导的遗憾延续 周琦开场连续三分球 以及王哲林快速移动的篮架脚步 让大家重新认识了中国队的内线打法 虽然很多人在问我 就是你有两个这么高的 你为什么不慢下来 那么我觉得 未来篮球发展的趋势 包括西亚球队现在这个能力 之前的韩国为什么难防 是因为速度 速度我们解决不了 那么现在我们希望中国队在进入当中 能够去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那么我们现在的内线 都不是那种传统内线 跑步都跳不了篮的 现在实际上大家都可以 那我们希望能够去上一层 更上一层楼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是需要下更多的功能 李南指导所带领的红队 在第一场的表现就让大家耳目一新 紫义周琪内外开花得到25分12个篮板 王哲林也得到了13分6个篮板 值得一提的是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阿布杜莎拉木 第一次表现抢眼 得到全队第三高的12分 外加8个篮板 当时就比较兴奋吧 因为我觉得场上 有周琪 丁岩宇航 王哲林 克拉克森 我觉得 有那么多恩维球员在场上 我说这场比赛肯定注定很精彩 对然后随着比赛的进行 然后比分越来越接近 然后自己也是比较幸运吧 能在第四节就是尽自己的权利 去帮助球队 去咬住这个比分 阿布杜莎拉木很好 漂亮 空中做动作 躲闪之后把球打进 最后在赵瑞反击快攻 和稳定的罚球之下 中国队有惊无险地 以两分之差战胜菲利宾队 奠定了小组投赢的位置 但是在第二场 对阵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中 上半场中国队 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实力 比分被哈萨克斯坦队紧咬 场上形势也处于被动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夏天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东西 就是比较慢热吧 对然后因为确实哈萨克斯坦 上一场被菲律宾拍了差不多有三四十分分差比较大 然后我们可能也是比较放松 然后把教练员的一些意图 然后没有完全的明确去贯涉到场上 然后我觉得这是可能导致我们上半场很胶着的这样一个局面 而这种慢热轻敌的状态在对阵印度尼西亚队时同样存在 这也让一向沉稳的里南之导爆发了 清敌在亚洲历来我们都是强队 那么其实像打比如说是印尼 就是我们我们觉得相对弱一些的球队 会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那么我给队员一直讲就是说 你觉得所谓的弱和强就对方啊 是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 那么你弱了他一定强 但是当你强了他肯定弱 这个是那么就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 怎么去准备好我们自己的东西 可能比你了解对手更重要 半决赛对阵中国台北 这是一场不用动员的比赛 23分的绝对优势 让中国南篮以四战全胜的战绩挺进决赛 我们没需要太大的动员 之前输给中华台北的比赛 我们基本上所有人都看了 一直在激励着我们 然后去这个 去全力地打扰这场比赛 决赛我们队移了 你到决赛来 你说谁不想打过你的朋友 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 对我们中国篮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踏上决赛的赛场之前 姚伍斯就跟我们说了 恭喜你们 你们 这次也是跟我一样的名字 说但是你们有机会去冲击 一个以我好的名字 姚伍斯这种说法就是说 他也没有拿着牙齐和关键 所以我们也带着他的这种期望 去冲击这个金盘 中国南兰在第一节就与伊朗陷入了缠斗 哈达迪在内线巨大的牵制力 让中国南兰在攻防两端都举步维艰 比分被一点点拉开着 在内线夹击哈达迪 哈达迪呢 有这种内船内的这个配合和意识 伊朗一直是一个很强的对务 这次游戏会 从开始到到最后 它肯定一直都在我们准备当中 上半场确实是出现一些问题 大比较落后 其实我们之前有想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没有说这么大了 好在中国南兰整体进攻被限制的时候 前几场一直低迷的队长方硕 找到了手感 第一节他独得七分 带领中国南兰紧秒的比分 中队急停降头 就是方硕 关键时刻方硕敢于承担责任 今天在第一节方硕是连得七分 首先还是要感激方硕吧 因为他是这个队伍的队长 之前他的状态可能说不是很好 但是最后一场球 我能看出来他很兴奋 然后他很想要这个冠军 一开场他就打出了特别高的效率 其实自己一直比较相信自己 因为知道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上场之后第一个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然后一个调头进了之后 自己的心就放下一大板了 然后直到进了第二个三分之后 然后也算是就彻底就释怀了 释放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心理状态的一个调整的过程 确实是这次阳运会很大的一个收获 但中国南兰的整体还一直处在背对 在第二节被领先到12分的时候 主教练李南被迫叫了一个暂停 这也被认为是改变了整场比赛的一座散提 其实这个在赛前我们已经做了准备了 但是我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落后这么多 我们坚持了几个 算是打这场比赛的这个比赛方案之一 那么第一个我们要让他们跑起来 一定在转换当中移动当中 让他们去尽量难受的去得分 可以得分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第一节只有两次犯规 对方得了25分27分 那么整个上半是六次犯规 实际上这个在决赛的赛场上 那么我们赛前要求不轻易让他得分 可以去发篮 那么我们说明在这方面 这是细节 那我们讲就是一直在跟队员讲 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去赢下比赛 一个我们制定了这个统一的方案 没有一意的时候 那我们要执行 错了 有问题 那我在中间会调整 但是你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去做 这个是我给他们传的 就是很明确的这个信息 把一个前方狠一点 进攻不要躲 该上来上来 该一个就该一个 挡拆以后 他老实在办到他距离掌握得好 要么我中头 要么我突进去 早一点给他玩 靠着他打 不要做太多动作 篮球拉你都不吹 我底下不跳 你放开一点 没关系 他撑了一点 撑了一点 没关系 多大点协谱 第二点方 在哈达迪这次单打周期 将比分扩大到16分之后 中国南篮的反击开始了 阿布图沙拉木上篮 好球 当时因为第一阶落后比较多嘛 然后自己别立了 接着在场下 好球啊 这就是阿布图沙拉木的特点 刚刚这转换 方硕 再给阿布图沙拉木到篮下 好球 阿布图沙拉木 在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 包括自己在场上 然后包括进球之后 做一些量级球的表现 然后我也希望能就是 鼓励到我的队友 我说我们应该继续加油 我们应该 这场比赛还没结束 我说我们 完全可以拿下这场比赛 然后我也希望 就是能鼓舞到队友 心理的状态 可能 针对哈达迪比较多一点吧 因为第二阶后半呢 他基本上已经跑不动了 包括主席也是 我们比赛时候 到我们之后来盯住几句 说哎 你看哈达迪怎么样 我们说 很累跑不动 他说你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说 我们应该冲刺 然后让他跑起来 在下面 我们也有很多 交流和沟通 然后我也表达了 这个想法 说能不能尽量地去 帮我去做些工作 因为毕竟 你除了主席这个身份之外 你更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这个区别 能够在这方面的精力 你比他深 比我都要丰富 我是希望能够 有机会的话 能够去 跟那么多交流沟通一些 而且队员也更愿意去接受 来自于不同方面的 这个声音和指导 第四节 中国男篮一举将比分拉开 我们也在场边 看到了那个笑竹颜开的姚明 蓝鞋主席 国家队领队 球队老大哥 姚明为这只中国男篮 倾注了一切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在最后一场的时候 姚主席也是 正我和王仁林 更多的可能就是 林场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 我们两个的这种 优势或者劣势 不能说分析吧 人家说提醒吧 我觉得他说过的 就是这次比赛 跟我说过的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别人能做到的事情 你也能做到 但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你还能做到 就说明你无可替代 中文队 即2010年 在广州主场拿到冠军 李南之导 再次率领他的部下 拿到了亚运会的冠军 祝贺中国男男 他回来跟你说 给我们开玩笑 恭喜你们 你们现在比我厉害了 因为你们是冠军 我是亚军 这是个苦你刚来的一过程 这个冠军是我们 就是这么长时间 继续以来 最好的一个回报 那一瞬间 确实是比较很激动 他挣斗的感觉 就是压力十分 对我小丁 包括王尔连勇 我们一说就是 把你们NBA球员 所以就这种 这种无形的压力 会 虽然你不说 但你心里会有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是还是 很争气的 就是像对亚运会 这个参与的经历 对我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 作为球员来讲 并不是特别的成功 说实话 因为之前那两次都是 现在用现在话讲 就要 就躺着难关心 基本上输入这个情况 但是这一次说实在的 就是说 从一开始到最后 我们整个团队一直 我作为主教练 带着我们这个团队 一直在去往前走 我确实感觉 这个冠军的意义 对于我来说 可能更重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